出口處一名老翁急著過馬路 要到公車停靠站藍車 傳紅燈跑上班馬線 沒想到就在下一秒 瞬間遭機車給一面撞上 人重重倒地不起 救護車趕到現場 將老翁送上單架緊急送醫 但最終因為頭部重創 送醫後宣告不治 意外發生當時是除夕夜 傍晚五點多正值晚餐時間 死者在臺北市中鎮區 羅斯福路二段上這個路口 疑似趕著要攔工車回家吃年夜飯 才會違規闖紅燈 發生車禍 不只如此 也有行人癱快 沒走斑馬線直接穿越馬路 直接他左右張望發現有車輛 離讓 他加速小跑步向前 但是當場遭另一台車給撞上 鞋子瞬間噴飛 車禍同樣發生在除夕 臺北市南港車站前 好在行人手腳多處擦錯傷外 沒有生命危險 但期望擺脫行人地獄的惡名錢 除了車輛離讓之外 行人恐怕也得遵守交通規則 避免為此付出代價 華視新聞網運主理齊廳台北報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 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 開啟小鈴鐺喔